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 在Coverfront创立之初 我就说过一句大话 就是车展这种东西 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然后我现在在广州车展 那么来到车展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来的 并不是说像普通的媒体一样 我看这个馆 看那个馆 我第一个来到 我们来到的是 9.2馆的一个改装馆 那这里面有很多 包括我们这一次 你看到没有 自己弄的一个三菱镜楦 还有六六哥他们 小童他们改的 围栏 拆走 现在我们进到了 这个9.2馆 这是小童的这个 敞篷的 镜楦 是不是还挺帅的 但是这个敞篷的镜楦 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上车 刚才跟六六哥交流下来 就是他上车方法 就一个就是跨上去 既然如此的话 要不我们先来问一下小童 小童老师忙吗 来来来 问你个问题 你这车我怎么上后排 你这个你得练肌肉 就是我得跨上去是吧 这是敞篷车 一般谁还开门上 我不都是迈回就上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这种人的感受 没有 连这车我都上不去 当太巧了 小童老师展示上车 得踢裤子第一件事 哈哈哈哈 来啊上车啊 来 群哥 群哥快救我一下 他们上车 太浪了 又是当领 丧 下一次太不假光了 你腿肠 你上 你腿肠 来 放个腿肠子上 你当时去 看这架势感觉特别有自信 这个是人的这个车 还得压一压吧 哇哟 哇塞 哇哟 哇还是年轻 这车当时你改的话花了多少钱 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 但主要就是这个 你看这后排站台之后的空间是非常大 这可以蹦跌的 转一圈 对 就你当时刚发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帅的 就这个颜色跟你视频里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升光嘛 每次的光光就不太一样 这里边还有好多小心思的 这是肉眼可重的那种感觉 你看 绿吧 哦 看起来 就是不太一样 就是重色的时候是偏蓝一点 神秘点 然后打光的话 就是这个很绿很炫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一开始看 他们发现那个效果很多 我感觉很蓝 但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更好看 反正也挺能胆大的做这事 就是很少有车 hold住这个 这颜色还挺绝的 一般红色呀 什么这个银色呀 什么会比较耐看一点 是的 而且这么宽的宽铁 稍微选 浅一点色这种 一下就显得太多了 对 话说你这本来垫多厚啊 不只是厚啊 而且这个数量 垫的两块大的 本来是双片的轮廓 但是当时封铁他们家没有那个就是断批 所以做不到我们想要的那个 我们原来是9.5勾-45 副45 对 就基本上贴到这边 但是没有 反装过来就怕会有一些安全隐分 所以最后就是先暂时垫的这个法兰 可以 我觉得这台车真的算 距离方面真的特别远 这算再看看我们那个 很远程 咱们都改不一样风格 我觉得你那能上路 我这一边也上不了 我这长年得拖拖车 但是这帅啊 真的算 你这个叫梦想 你知道吗 真的是很梦想的有一个这样的车 但是有机会可以一块玩 我想一块玩 就怕你们不带我 我这种那么流量小的人 不可能 就是不要脸 小童的这个拍完 我们再来看看六六哥的 其实六六哥这台也非常不错 有六六哥的这个车就明显比较疼 跟我们的比起来也是有很大差别 然后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内饰 当然这种内饰风格不是说所有人他都能接受 不过我是觉得呢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副主车 那他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皮的包裹 我觉得还是完全OK的 那总的来说还是非常不错 你看六六哥选的这个轮轮 轮胎 特别的大 他应该选的是白鹿池的一款 我们选的是一款路级的轮胎 OK 现在来到了我们自己的车旁边 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车呢 虽然说没有小龙和六六哥 他们那么帅 但是我一直都还是觉得不错 可以看到这样看的话整个前脸会帅气不好 我们把这些路线全部都贴黑了 贴的膜包括它这里还有那边灯呢 也是贴了那个熏黑膜的灯 OK 所以就整个一个亮条的一个黑化 我们还是做的比较完善的 就是整个车看上去非常整体性 就橙色和黑色 包括你看行李架我们都做了黑化的 那么接下来内饰没有做太大的改动 竞选这个车怎么说呢 虽然说它是橘色和黑色内饰 但在原厂的设定的时候 它整个顶是米色的 就现在整个内饰我们已经组成了黑色 包括它的车顶 这样的话就是总体来说 整个整体性看起来会非常OK 那我们的轮胎和轮骨 我们选了一个路级的轮胎 那我们选的是小尺寸的 是因为这个车它用大尺寸 其实动力上来说还是可能会有些不够 好前面说完了小红的车 然后也说完了六六哥的车 也说完了我们自己的车 那么是时候来说说吴佩老师 负责了这一台三菱的竞选的EBO 那你可以看到它在这 这边特地的打了EVOLUTION的一个LOGO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是一台装了4B11的三连性选 就是前面我还在说 可能这个车原厂状态下 它可能动力勉强够用 但是装了这个以后 就是完完全全的动力过剩了 可以看到它里面还有防滚驾驶 是不是非常的一种实战的 拉力的整个前挡红玻璃 然后拆到车里面 总的来说它的整个内装 其实拆的不算是特别的彻底 真正的赛车上来说可能门市板什么都需要拆掉 但是现在它都保留了可能是有吴佩老师的一些原因 然后方向盘也是沿用了一个原厂的一个方向盘 然后这OMP的座椅其实它是拿起来OK的 但是它比较厉害的是什么 比较厉害它后面还有两个座椅 这个车可能它的一个用途比较特殊 我觉得吴佩老师这一次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因为我们自己拍摄的话 想买一台拍摄车就是架管子 然后减震币然后相机的 我们最近一直在收一台大宗的高尔夫GTI 我们就是想把后排给做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吴佩老师给了我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如果在赛道上拍摄的话 坐在后排的负责调教的 还有负责转如影2的摄像师 他们在赛道上会被甩的就会这样 如果说我把两个座椅换成赛车座椅 然后往上四眼是安全带在赛道上的拍摄 至少会比较稳酷 真的还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改装方案 好那这一期就先到这里 拜拜 录一个小视频给我们分析了 孙生 你这3J挺帅 你的EU挺帅 快逃快逃快逃 这也是分析吗 感谢你